真的有春藥這個東西嗎? 我要說囉 沒有 那為什麼叫做春藥呢? 就是要讓女生發春 讓男生發春嘛 那什麼叫發春? 從以前到現在那個發春的意思就是 有慾望 想要鋪上來 想要跟你有互動對吧? 那怎麼樣會有性上面的慾望呢? 我之前說過很多次了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我之前說過太多次 在性上面 你要怎麼樣可以感受到高潮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放鬆 男生女生都是 所以春藥 其實不管是什麼精油催情啦 什麼香味催情啦 什麼什麼催催催催什麼情的作用之下 你去看它背後的激轉 都是為了讓我們放鬆 不是讓血壓下降 就是讓呼吸變慢 就是怎麼樣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人 處於腹交感興奮 我們在放鬆的時候 會有的生理現象 那至於有一些藥物 它是讓我們促進循環的 第一個放鬆 第二個促進局部的 的那個血液循環 也會增加欲望 就這兩個 所以要多運動 女生也是 所以女生為什麼在月經來的時候 會特別想做愛 那是因為月經在我們的那個 骨盆腔裡面 骨盆腔充血 因為那個時候的血量比較多 是充血的 是循環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會相對的比較有慾望 所以運動或者是伸展這一塊 女生都非常重要 男生也是 要記得喔 所以世界上沒有唇藥